林家花園最近策劃了一系列文化活動 邀請習武三十多年的武術師傅合作 他帶領徒子徒孫現場示範螳螂拳還有長拳 讓我們親眼見證武術精髓 淡水的稻生兵器博物館館長 青島武館館長林昌香大耍九節邊 習武近三十年的他最近為林家花園策劃清代兵器展 讓民眾從兵器見證中華武術市 像我們在淡水展覽就一些美術班的師生來 他看到這個水浮傳的108條好漢 每個好漢的那個風格不一樣 體型不一樣拿著兵器不一樣 他們只知其不知其二 比如拿著這雙刀還是這個什麼 雙刀大刀還是一些手岔子 真正來看這些兵器的時候 他們就能夠比較深入的了解比較深刻 展覽現場展出我們熟知的短刀 雙刀 棍棒 長矛 還有戰場中使用的暗器 飛鏢和繡箭 以及高掛在展場中當時清代皇帝賜給武壯元 寫著武魁的牌匾 這些清代兵器都已經斑駁生鏽不能使用 但卻是國術歷史的最佳見證 林昌香不僅策劃展覽還現場教學示範武術 十二月份國家二級古蹟林家花園將陸續舉辦文化活動 以武術了解中華歷史 功夫人